基隆市议员郑文婷陪同志工以及基隆东区福人社社员们将包装好的蔬果香 逐一颁证给一大早就来等待领取的百位关怀户们 让关怀户都非常感动 一位八十几岁手受伤也特地来排队领取蔬果香的阿嬷 更是感激到一直夸赞郑文婷真的非常有爱心 一定会让她代代都出好走孙 有啊有啊 这里帮助很大很爱心 帮助很高人啊 她的代代都出好走孙 她的那是宝宝高兴 市议员郑文婷原本就有爱心冰箱关怀弱势的服务 农历年前更特地结合赞助十万元的基隆东区福人社 以及全力支持的万兴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黄清明董事长等人 特地准备一百份更丰富的蔬果香 致政给关怀户希望让关怀户们可以温暖过好年 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基隆东区福人社 以及万兴海事工程公司 还有景源水泥制品公司 还有我们在地的这个很好吃的凤凰书的业者江亦隆浩 来一起做这一份爱心的蔬果香 那因为年节到了 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关怀户感受到社会满满的一个爱心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好年 所以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蔬果香来给大家带回去准备他们的年菜 那这些蔬果都是新鲜的这个蔬果 从产地直接送到我们的果菜市场 然后装箱送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处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关怀户都能够过一个好年 那在年节的时候感受到社会满满的温暖 冬季富人社长期以来支持弱势群主 在后疫情时期物价上涨 同样的钱买不到同样的东西 使得我们的建筑特定部生活感到非常的辛苦 今天这个活动不是开始 因为结合市议员郑文庭服务处 已经多次的对我们低收 独牢 弱势群主 给予物资以及防疫的物资 那希望之后有更多三星人士共襄盛举 让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让社会更温暖 更和谐 郑文庭表示 每份蔬果香里面的蔬菜水果大约价值一千多元 都是由志工们逐一分装包好成香 准备一百份制证给包括中低收入户 独居老人以及身上朋友等弱势户 方便他们带回去 记者吴俊松 吉隆冬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